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骨 这种钻研 这种物体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啊 为未来 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 能处在上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什么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人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9月23号 德国《世界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产品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和更优惠的价格开展竞争 人们遇到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竞争者 以前所未有 你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 像任正非这样的人 有多好的运气 他是国家百千万工程吗 他是哪级政府重量扶持他了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正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有人骗了 两百多块 买彩电 对方协换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两百多万 任正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 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两万一千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最初创业 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播器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媒体台访 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 扛那些电子散件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十五米 二十码 一都能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堆就往上扛 十五米一堆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得往前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88年就那么干 任正非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家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家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居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 到全世界哪儿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同意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方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三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七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这什么公司在这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战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义务奋斗 美军空袭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袭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60小时以前 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身先速度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任正非 第二桃花笔 徐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加呀 您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您就是老大 桃花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的 凡有个华人地方就有老干妈 你看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笔一个大字不识 年仅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着他了 你这个老干妈就是扮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坐一瓶瓶的拧紧了 送卡车司机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 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 才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桃花笔当年创业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桃花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上去 哪怕面对一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上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桃花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实在 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案例 一个做出来的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徐耀年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桃花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以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 都告诉我 就见不着桃花笔 桃花笔不见的 徐耀年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桃花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桃花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所以我说啊 恩格斯那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实践之处长青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 一定要与实践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深圳就是个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 就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1992年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山坡上看香港 小平同志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能够探上香港土地 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同志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同志打伞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同志站在某某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 六分钟 小平同志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 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同志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 小平同志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 深圳经济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 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 越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越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 超越大湾区 成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卓著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珠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 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 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 齐中勋书记 就讲了一句话 面对逃港风潮 他讲了一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齐中勋也看不见了 其实我们今天正在实现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 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 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进入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了一句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斯科ATT3年左右 领先爱雷辛诺基亚5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 我跑哪 今天我们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机遇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 百年久亡 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起的 林泽虚的鸦片禁言 洪秀泉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杨龙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柱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为亡 救亡命题不是共产党发起 但共产党了结 1949新中国成立 救亡命题的终结 下一命题开始 1949 2049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救亡 后一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我们后一百年依然如实 但我们在几代人的奋斗 多少人的牺牲 我们今天叫成绩非然 我们从今天看一看 这是美国丹夫大学做的一个模型 全世界经济增量 从1960年到2099年 全世界经济增量 丹夫大学以世界银行做这个模型 你看中国 60年代根本没有我们分 世界排名前16 没有我们的分 我们到了1971年 终于寄身世界前16名了 然后开始不断的加三 不断的插队了就是中国 世界秩序就这么排定了 美国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日本世界第二 其他欧洲的国家 在后面按照这个排序 中国亚洲都排在后面 亚洲就日本在前面 然后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在逐步的崛起 最后世界大秩序 就是苏联解体到俄罗斯有大的变化 队伍变化 其他你看大家注意 不断加三的 不断插队的 不断敢超的就是我 进入世界前十 超越加拿大 进入世界前九 一个一个就往前赶 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 中国人不守秩序 不按照排队的规则 你看看超越巴西世界前七了 超越英国世界前六 1998年超越意大利世界前五 2000年超越法国世界前四名 2004超越德国世界前三 2010超越日本世界第二 有人说我们排了个厉害的 我都国把美国给惹了 有人说我们搞了工业制造 2025把美国惹了 惹的不是这个 是中国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据都来自美国的 你看中国发展这个速度 你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加以支持 石油数字到2017 2017采纳石油数字 2017以后还有个模拟 模拟一个虚拟数字 就是根据你的资源禀赋 你的资源 你的人才 你的发展前景 还做了综合的规划 2017以后 它有个演算推算 一直推算到2099 2049我们新中国成立 100年就是18大的目标 19大目标 实现伟大的民族制定 2049我们做指标 是做到2028经济走难超越美国 超越之后继续拉开 以美国的距离继续拉开 越拉越大 当然最后 大家看下部美国 还要对付印度呢 因为印度追上来了 不是我们超美国 美国再追不上我们 因为印度要赶美国 下部他好好地把印度扼这一把 这就是到2049 到2049我们经济走难 大约超越美国 20万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到2050 我们大约要48万亿 美国27万亿 我最后讲这些话 小成功需要朋友 大成功需要对手 我们弄个小成功 弄个小朋友做小成衣 那需要朋友 大成功 我们民族复兴是大成功啊 需要对手 今天干你 明天干你 他让我们不要懈怠 让我们审视自身的毛病 我们改掉自身的毛病 他讲了我们有问题 我们改 改完我们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需要这样对手 他给我们发展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动力 我说这是我们一个百年变局的大时代 国际力量格局在较量中剧烈演变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民族复兴的新长征 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在座的我们所有 我们都是见证者参与者 这是我们的心 当然后代人可能他们更幸运 但我们这段信用在哪里呢 你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大起大福的这样的时代 金将军你好 今天这个题目是 《东亚冰夫到民族复兴》 《东亚冰夫》这个词 就让我想起 今年暑假 我在国外做暑期科研的时候一个经历 当时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做试验 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我是一个Week Chinese 我们知道Week这个词 除了说没有力气之外 它有虚弱的意思 当时我就联想到了说东亚冰夫 这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非常愤怒 我就回答他说 我比你好 因为你是个愚蠢的意大利人 他看我这么回答 就看出我生气来了 他就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点委屈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一方面 一方面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 对我们国人有这样固有的一些观念 另一方面呢 我们国人在类似的问题上 是不是往往会反应过度 过于敏感了呢 好的 我想起了我们访美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一定避免两个极端 一方面过分地敏感 一方面过分地不敏感 我就是两个极端 我们都要避免 我们2008年 陪同我们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上将 我们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啊 按照美方的礼遇 你应该可以礼遇的 没有礼遇 所有安检皮带都抽下来 所有箱子全打开特别细的翻 我们机票都加四个A 就是所有中国人一上飞机以后 他你安排靠窗口 保证你旁边坐个美国人 绝对不能让你中国人坐在一起 如果你要有事 你得越过这个美国人 所以我们全靠窗口那边 我们校长 上将 外语又不行 我要坐到旁边 说不行 你只能坐到后面 你只能坐到后面 就那里要坐下来 后来 就因这种待遇 我直接找了 陪同我们访问的 美国驻华的 一个海军武官助理 一个空军武官助理 一到安检 他俩就藏起来了 我找他俩 我找他俩 我们是上将团 你们对我们这样 他就给我们解释 那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国防部管不了他们 这我们两个系统 我说行 两个系统 我说我们的机场安检 也跟我们军队也是两个系统 我们也两个系统 你们的上将以后访华 同样待遇 他说 他说这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第二天 海军武官助理找我 他说都两个小礼物 结果说 这一个送你们王上将一个 这送你一个 两个小礼物 你们逍遥起 我说 第一我们代表团六个人 你要送礼物送六分 送两分算算吧 我说第二 我说我们希望你正式回应 而不是送礼物就完事了 我说我们这会回去要正式反映的 我希望你跟你们国防部 也正式反映我们的意见 他挺尴尬 把两个礼物收回去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回到北京大约不到一个月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我要参加了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维森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主要谈海上 避免冲突机制的 结果那个会晤一开始 美国国防部长谢维森就讲 我先插一段 说先有一个问题 我讲一下 美方现在正式向中方表示一个歉意 就是一个月前 国防大学校长访美 我们处理不当 现在正式向你们道歉 我们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问题 我说你看这个势力 我们有权力一定要争取 当然没有必要跟他当面翻脸 他说你是中国人 你可以用别的话回应他 但没有必要表示愤怒 因为我们今天你跟我开玩笑 我给你开玩笑 我们就开玩笑开玩笑 但是呢 权益是争取来的 不是等待来的 当然权益 我们显示我们强大事可以的 但你对我这样 我要对你这样 一包还一包 这才能征兆 中国人也是捍卫自己权益的 你的国家力量不如他的力量强大 但你内心力量 要跟他内心力量一样的 你这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走在世界上 国家已经给我们做了充分的支撑了 所以我们个人呢 我们既不要过分的敏感 把他都说是想看中国人 另外呢 如果一旦碰见我们全身受到伤害的话 我们也有拿起武器 还没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金小军 金小军您好 我叫吕豪毅 现就读航空航电工程专业 大二的时候呢 我想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 普渡大学 是我们国家两单一星元勋 邓稼仙 梁思立 两位大科学家的这个毕业院校 但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呢 没能如期前往 所以想请问您在这个 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您看我们是应该选择 继续在国内深造呢 还是选择出国留学 之后才能更好的投入到 我国这个航天工程的建设当中去 谢谢您 好的 你这问题挺有意思 我也举个小的例子 我前不久这个牙出问题 种牙 现在不是种牙挺时髦的吗 比如说给你人生第三副牙 种牙在北京排队太厉害了 没办法 我到西安 西安我们四一大 那是全军种牙第一把手 非常好 四一大校长就跟我讲 我们口腔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口腔技术 包括种牙就不要提了 口腔技术比国外 它差了三十年四十年都不值 现在并驾机器 个别超前 他说你和我四一大 机器人种牙 他说国外都不相信 中国人造假 这种特别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机器人种牙 一直到英国BBC 2017 到西安 四一大拍摄 机器人种牙 然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 全世界相信 中国人搞出机器人种牙来了 口腔非常小啊 治口腔你很痛 拼命张大嘴张不大 机器人不用的 一个探头进去看得非常清楚 机器人种牙保证精确度非常高 四一大你别看低处西安 广泛的派学生留学 瑞典 中牙的B族 美国 日本 都是牙科老大 我们今天全部并驾齐区 个别感召 就得于什么呢 交流 开放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必然开放大门 我们能出去就出去 能贴近就贴近 尽量学习 充分发挥中文学习形式 充分的利用 然后才能充足的成长 谢谢丁将军 道士好 前面的同学问了关于留学的问题 我就来问问关于移民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就是 移民了就不爱国 但是我们发现呢 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面临到很多争议 或者说面临天灾的时候 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 自发组织游行 组织募捐来支持祖国 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移民的 移民就真的等于不爱国吗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般人移民 我们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只要他想移 有条件他就可以移 我们经常讲 我们的朋友骗天下 全世界都是中国人 那时候有多好啊 有人把移民看成一盘散沙特征 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移出去以后 他不一定就是一盘散沙 他讲了中国 还记录自己的国家 他就不是 你比如说全世界最好的例子 犹太人 犹太人不是移民啊 他没有家乡 从公元一世纪二世纪 被赶出那片土地 流离失所1800年 全世界分部都是犹太人 欧洲二战 杀犹太人杀600万 但犹太人这个凝聚力非常强 你还可以说他移民 他流落全世界 但是最后重新建国 以色列国 即使在没有家园 没有祖国 但他的这种集体自尊 既然保留 当然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 也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不管在世界各地 我们能完成这种精神的凝聚 我就回答了 我们一定可以的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网络舆论空间 他在现代战争当中的地位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让习主席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说呢 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现代化 第二句话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自由不是无限的 自由一定是不影响他人的 当我个人自由无限膨胀 对他人造成干扰的时候 那就必须加以约束了 金教授您好 现代战争往往是信息战 和科技战 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像过去的朝鲜战争那样 利用群体理念和内心的力量 来战胜现代战争呢 就现代的战争机器 操纵越来越容易 所以体力 勇敢程度 他的所占的比例正在下降 但他不能被取代 我们现代化和这个 灵魂一血性的结合 你结合再起 他才是一个完整的军队 和一个完整的军人 金将军您好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而言 尚无精神 到底会对我们 产生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又该怎样去培养 和保持自己的一种斗争意识呢 就鲁迅讲的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如果大学生们就觉得 我的环境很安逸很优异 缺乏这种激烈的挑战 我觉得那你可能想对的问题 一定要有激烈的碰撞挑战 这些只能是把一人的肾上腺素 充分地激发 一个人呢 一辈子脑力顶多使用了12%到13% 为什么呢 它没有激发 没有刺激